啊 啊 啊 首先 感谢各位银城官员 和各行航手 波容到我杜甫一聚啊 今日设宴是因三喜临门 一为昭王殿下接风之喜 二喜殿下贵体康裕 而就在刚刚我接到了 圣上突围叛军 胜利还度的消息 此大喜更让今日之宴蓬毙升辉啊 说得好 此次父皇成功突围叛军 杜大人在后方持缘功不可没 此宴也是杜大人的庆功宴 本王恭贺杜大人 获生左今无畏将军 恭喜杜大人 恭喜杜大人 诶 诶 住手 都能不能够你去 龙傲依 你刚从狱中出来 怎么又混到杜大人附上来了 把他给我轰出去 来人 把这道菜搅过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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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莫让一个夏九流扫了雅线 殿下 李清流 容我再给二位介绍一下 两位年纪相当 一位是天皇贵胄 身领要旨 一位是古士奇才 匪马青球 我大唐男儿若都如两位 那可真是 本王已经拜会过李庄主 李庄主 不愧是我大唐不可多得的 青年才俊 清流确实是我银成 数一数二的大商骨啊 所谓两股深藏 会做生意的人 往往形势低利 听闻最近李庄主丢了一批 极为贵重的金线 想必是数大招风所致 所以李庄主心气再高 也莫要自满能大力 李某不过是一介商骨 哪儿懂得那些玲珑巧思 殿下多虑了 是 李庄刘 你怎么这般说话 不妨 来 臣再敬您一杯 请 请 之位 宾至如贵啊 大家不要客气 随意 随意啊 好 来 这司徒行行手 竟然和龙族邦当主搞得了一切 他们两个是打不进了金玉 搂着回家 现在还轻轻握握我来住府复宴 好 对了 杜大人 不知公谢本钱一事 安排得是否妥当啊 臣正要去办此事 正好李庄主也在这儿 那我就直说了 请留啊 此次昭王殿下带来了朝廷的任务 我见难道银城 居接下十万两黄金的公谢本钱 你就认个数 做个表率吧 公谢本钱我不能收 为何呀 公谢本钱 宁为朝廷投钱支持商贸 实为重负 早在武德元年便已知非 如今只复存于京师诸司 这次银城的任务 还并未名门落定了 李庄主说得是啊 就像航手评选在即 李庄主虽呼声最高 但结果未出 此事也不算落地 你说是不是啊李庄主 事在人为 李某自当全力以赴 李庄主 小姐怎么还没出来 小姐 听仙灵说 是李公子求情放了那个龙奥医的 他还带她回了丝绸庄 不过是个下酒流的女子 成不了什么气候 青柳带她回丝绸庄 芭城也是为了金仙 小姐 那您赶紧就位吧 老姨千叮零万嘱咐 说这只段上午 定要好好的表现 父亲一柄长矛 争战四方 自然也不会浪费 我这朵枪上红衣 诸位 我提议 一物双说令 风中之竹 留半边 留半边 这杯中之酒 饮一口少一口 不对不对 这后两句应当是 因同而异 梦里石珠 石一颗 诗一颗 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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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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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帮主且慢 锦儿 你不是准备了 段上午吗 父亲 今日诸多贵宾到场 我怕扫了大家的兴致 诸位大人 小女子平日里 只会一些 琴棋歌舞的雕虫小技 不如来些新巧的 我听闻 夏九流多是奇人异试 不知诸位是否感兴趣 那这让龙帮主舞异曲啊 来来来舞异曲 是啊 跳异曲又如何呢 那就请龙珠帮的龙帮主 为我们舞异曲吧 舞完这一曲 琉璃项链便就是你的了 这一帮之主要是真给我们跳了 那可真是稀罕事啊 不过 像这种突比的女子 要是跳 估计也是乱舞一气吧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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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强 能到差人来了 来吧 来吧龙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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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跳一个 这些都打着呢 跳一个 来啊龙帮主 这些都怪你了 都怪你 龙帮主 我一起 来吧龙帮主 龙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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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子吧 啊 谁怕谁啊 本帮主也听了才 别去